首先就是在嘉义县的部队商港北堤 在凌晨发生砍人案 一辆白色轿车的五名男子一下车 一次因为不满理性歧视 他的引擎声太大了 结果呢一路尾随 下车持刀追砍 导致这名男子的背部 左手都有刀伤送医抢救 目前没有大碍 但是目前警方也掌握线索 要把这五名男子追捕到案 最近画面拍下一辆白色轿车停在路边 接着五名男子下车往前走 看起来很不高兴 没想到疑似只是因为不满其他机车歧视 引擎声太大声 竟然就要迟到追砍 事情发生在嘉义县部队商港北堤 22号凌晨 一名理性男子骑着机车 想不到疑似因为机车引擎声过大 声音太大声 惹怒白色轿车的男子 五名男子下车尾随进入北堤钓鱼区 双方发生口角 五名男子竟持刀追砍 殴打理性骑士 里男遭砍伤 背部左手都有刀伤 躺在地上满地试血 救护人员获报赶紧前往救援 五男开车倒影 患者意识清楚 左手及后背各一处刀伤 现场会发现嫌疑人 目前警方掌握白色车车 机警侦办中 只是因为不满机车引擎太大声 就把人砍伤吗 警方目前已掌握相关线索 要抓砍人的五名男子 记者侯国文 陈南山嘉义采访报道 同样社会讯息 在新北市 戏指有一名黄姓男子 住在22号晚间 在烧烤店庆生 但酒后却持刀 在店家追逐 杀得店老板赶紧报警 警方到场有一对男女 拒绝配合 甚至还大吼大叫 被带回保护管束 没想到这名黄姓男子 见状居然是 烙人闯进了戏指分局 说要砍人统统依法送败 烧烤店酒客 喧哗闹市 远警货报 出动快打警力 将人团团包围 身穿会议的男子 拒绝警方盘查 被压制在地 后头女子见状 不断高分被大吼 场面混乱 一起聚餐的朋友 被压上警车 女子失控和远警拉扯 还当场大哭 冲突发生在22号晚上10点多 新北市戏指喘烧店 在店内庆盛的黄姓男子 却拿着声音片刀 和朋友洗脑追逐 店家误认 有人打架赶紧报案 警方到场将一名少年 带回保护管束 没想到又爆发 第二波冲突 环境生日却变得掉 黄姓男子面子挂不住 带着一大群黑衣人 闯进戏指警分局 嚣张要警方放人 就怕场面再次失控 远警强力执法将救命嫌犯 一 受违法送办 警察已经把那个 两个打群架的话 已经拉开了 有笑到就是叫到那个什么 外面的新大同路 永和多江都听得到 一群人酒后闹事 惹得附近住户 人心惶惶 全都进了警局 一法就办 记者杨洁 陆雨昕 赛访报导 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来掌握社会话题 这是本桥中山路 有大批的远警 将一名男子压制在地 男子不断挣扎 还大喊警察违法 让目击民众 惊呼是抓错人了吗 还是发生什么事情 不过这个监视器画面会说话 我们还原事发经过 原来是这名机车骑士 无照上路 连安全帽都不戴 被警察拦下来 甚至标骂三字经 单场是被喷辣椒水 制服在地 光天化日 男子被警察团团 压制在地 宽喊警察违法 目击民众惊呼连连 前几天也有人 无辜无辜被打 被喷辣椒水 三重警察才发生抓错人 害怕无辜民众 大撑猪头高屋楼 民众验见 男子被压不断挣扎 争相为官 想知道发生什么事 压错人吗 男生都很大声在那边叫 然后几个警察 然后就在那边 给他压着 压在地上 拉得很激烈 有嚇张 怎么回事 原来22号下午 远景行进板桥中山路 看到旅行骑士 没带安全帽 还大啦啦 停在车阵第一排 立刻拦人盘查 没想到他 优购不配合 不但态度轻浮 甚至还出手 推起拉扯远景 下一秒更夸张 笑死人了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狂骂三字经 当场被远景 狂压在地 男子动作连连 但他根本理亏 发现该驾驶驾照 为祭典注销状态 不服警方警察取缔 口出会员 有诈欺前客的旅行男子 驾照照被注销 无照上路 还嚣张不戴安全帽 面临开单扣车 进洞口又动手 罢工权力 当空气 最佳一等 记者黄义俊 黄玉兰新美食报导 而在花莲发生死亡车祸 富人骑车 突然间来一个大左转 后方的休旅车 驾驶看到根本刹车不及 高速撞了上去 这名富人也当场飞了出去 失去呼吸心跳 那么另外在桃园 也发生严重车祸意外 这是有一名女儿 搀扶她的老妈妈过马路 但是机车骑士反应不及 撞上两个人 母女飞了起来又重重坠地 目前她的母亲 还在抢救当中 梯子路口女儿搀扶 年曼母亲左右查看 趁没车穿越马路 眼看再走两步就要到了 没想到下一秒 骑士疑似反应不及 用力撞上母女 两人飞起 种水在地 翻滚两圈 机车骑士也是抖地不起 旁边民众都吓一大跳 赶紧报警 事发在桃园抢国路 紧急送医后 妈妈情况非常不乐观 画面展的花莲 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妇女骑乘机车到路口 犹豫了一秒准备左转 后照镜看也不看 从路中直接轨切 后方修旅车 刹车不及高速撞上 妇女连同机车喷飞 消失在画面中 救护人员获报 紧急抵达现场 到达现场之后 发现患者已经创伤欧卡 我们立即 好帮她作与急救处事 CPR 遭受猛烈撞击 妇女送医后 抢救宣告不至 路上行驶或是走路 都要多注意四周来车 才能减少意外发生 记者刘志展 刘吉娇 王云廷 桃源花莲采访报导 我们立刻来查过最新消息 是中央气象局 在上午已经发布了 台风形成讯息 为在日本南方的海面热带性低气压 在今天上午8点钟 发展为轻度台风塔拉斯 编号第15号 预计未来可能会朝北 往日本附近移动 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 这是最新的消息 提供给您做参考了 好 掌握的是在彰化西州 有一名国小二年级的男童 他傍晚呢就跑到这个西边溪水 没有想到当时 这水利会正好在上游 那么呢 饮水入渠 导致小男童因此被冲走 这么一冲 冲到下游先公里处的水闸门 而他的父母亲得知消息的时候 小男童成了冰冷遗体 搜救人员夜里摸黑下水墩 找寻失踪的小二男童 最后是在水闸门处 找到人 不过男童已成冰冷遗体 家属痛哭失声 事发在彰化西州次载疲准 男童疑似放学后 骑单车到这里细水 结果当时水利会正在饮水入渠 水流湍急将男童冲走 我往说 卡在这儿都要在这儿 这儿开始在车 男童和姐姐是单亲家庭 平常由阿公照顾 老师说上星期学校才做水域安全宣导 没想到还是发生憾事 很天真 很善良 然后看到老师会问好 有很有礼貌的孩子 感到非常的遗憾 他们是说 面上那儿也有人跳高 要放水都要找 巧的是 事发前上游有一名男子溺水 男童父亲怀疑水利会放水 是为了将溺水男子冲下来 水利会强调放水与救溺水男子并无关联 表示顺沟游警告标示 经常会放水 因此禁止细水 小朋友玩水消暑 没想到尽 丢了性命 记者程盛伟 刘云斌王世涵 彰化采访报导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